盛夏时光 海岛观光进入旺季 像是福建平潭迎来大批游客 追逐这一季节限定的蓝眼泪 也让渔村华丽蜕变 各种商机都围绕着蓝眼泪 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除了有主题公园 还有艺术家把小岛风光搬上舞台 让平潭从早到晚都很好玩 在夜色映称下形成蓝色的海浪 唯美梦幻 每年四月到六月 是平潭迎来蓝眼泪大爆发的季节 五湖四海的游客来到平潭追泪 记录浪漫的一刻 我是从长沙过来的 在网上看蓝眼泪很漂亮 我们也想过来看一下 从山西太原来的 我之前在网上看蓝眼泪 就像蓝宝石一样特别好看 所以今天专门过来追泪 希望今天能追泪成功 雾漆默黑之中远方蓝光闪闪 就是季节限定的自然景观 蓝眼泪是生存在海中的浮游维生物 简称海银 当受到海浪拍击时 会发出蓝色荧光 乍看就像是大海流出的蓝色眼泪 因此得到了一个唯美的名字 蓝眼泪 独特景观成为众多摄影师的创作素材 我要见到是第一次拍蓝眼泪 我们就遇见很好 遇到了雾漆的亮 我就看到下面画的一个蓝光 蓝色浪花的行程受风向潮汐和温度等因素影响 能否成功看到美景 运气成分占了多数 欧运员曾经带游客一个小时之内走遍三个海滩 才看到蓝眼泪 虽然所有人就是一提到蓝眼泪 第一想到一定会是蓝眼泪 基本上他们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 都是这种心情 东北那边来的一对小夫妻 他们就是为了看这个而来的 能够站在那种蓝色的海洋之中 跟自己的青少人抱在一起 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州人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一点点的拍好来 然后让我们拼他蓝眼泪 这个蓝眼泪这个所有拼他蓝眼泪其中一块 能够越来越向全国乃至世界去推广 一共来了有三到四次差不多 然后有一次就看到了就是非常明显的蓝眼泪 就是感觉很像那种星空倒映在海面上 就是视觉上很震撼很享受 各种商机围绕着蓝眼泪冒出来 观赏美景的周边景点越来越热闹 平潭在大陆首创以海岛为主题的 沉浸式公园 高达8米的水滴状泪珠 装置在沙滩上熠熠发光 蓝色的雷射随着海浪波动 人工打造的蓝眼泪沙滩 为游客带来不同的追泪体验 很多来平潭 我们大部分的一部分的游客 是就是冲着这个追泪来的 这种是可依不可求的东西 那么就是为了弥补这些追泪 这一帮游客 他的一种遗憾 结合这个蓝眼泪IP 就打造了这个极光的蓝眼泪 这样可以满足这一部分 满足他们的一个追泪的一种愿望 其实我们整个平潭的文理人员 不单就是这种蓝眼泪 我们只是说抓住蓝眼泪这个流量 就是能够烂世界 能够更加地了解我们平潭 蓝眼泪经济从自然景观 延伸到艺术表演领域 这是大陆舞蹈艺术家杨丽萍 与台湾编剧马天宗合作的舞台剧 平潭印象 平潭民间传说故事经过艺术家包装 以淳朴清清的舞蹈语言 展现海岛的起立风光 因为舞台剧这个形式 可以让我们把台湾民俗 和大陆民俗更好融合在一起 通过舞台剧 让我们大家可以更了解对方 我觉得这是舞台剧 很有魅力的地方 首先这个剧就是 两岸艺术家共创共演的元素 包括提现木偶 包括妈祖 包括成皇爷 其实都是说是两岸共演的 除了妈祖信仰 表演当台湾电影《三太子》 《福建游神》 《飞移传承》等 敏苔相通的文化元素 融入剧情中 演出团队中 还看得到台湾演员 平潭蓝作为女主出现的时候 她身上是有蓝眼泪的 这个是有那个光电效果的 那个视觉上面看的 就非常的惊艳 已经用了科技 把像平潭蓝眼泪 这样子的一种自然现象 表现得特别如真似幻 然后就是会让人心生向往 一滴蓝眼泪激起浪漫的平潭蓝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情 让旅游业者经营方式持续创新 小渔川迎来华丽蜕变 一年四季都能开拓出观光新蓝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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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